169 故宛道君与他相识多年 早知道他蛮不讲理的个性 毫不退让 我蔡宝宗一切凭实力说话 从没有既不如人就让师长出面 一大压小施加报复之事 他们既然敢挑衅在先 是生是死都是咎由自取 莫非我赵蔡宗的名气 是持得人多是重 占着地力蛮不讲理得来的 他这一番话说出来 横是叫圣旨派的人刮目相看 心里对赵蔡宗的评价 不由地回升了几分 严嫔道君被他一番说辞几堆的 恼羞成怒 他们杀死了灵六 还有灵氏十将中的灵甲 等四人的是 又怎么说 这一点顾碗道君曾听柳三提过 虽然他估计严嫔道君并无证据 而灵六等人也确实有取死之道 不过那始终是灵氏是昭蔡宗的人 他不禁一时已至 机有古道 晚辈等人确实见过灵六少爷 以及灵甲灵丁几位 可绝无杀害他们几人之事 不知道前辈是哪里停来的谣言 严嫔道君目光转向身后 那四个劫丹修使 四个人暗暗叫苦 他们哪里有什么证据 不过是听人窜躲 而且其圣之派等人试客 又在自己地盘上 所以才贸然行事 其中一个比较机灵的 马上答道 灵六少爷遇难前 曾跟附近灵氏的探子说 要去见见那个 长得很像他三哥的人 之后便杳无音信 不是他们杀人 还能有谁 机有古一听便放心了 他就怕是那个神秘的黑衣 原鹰修士杀了人后 故意地嫁祸给他们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这样的胡搅蛮缠 再说下去也意义不大 机有古冷冷一笑 哼哼 捕风捉影 不问情有 便暗算伤人 四位当真了得呀 四个人对他怒目而视 却说不出什么 有力的证据反驳 原贫道君也猜到 他们多半是被人 拿来当枪使 心里既恨他们没脑子 又气圣之派的人 太过嚣张 当下蛮横道 林六少爷的事且不提 今日他们重创我 招蔡宗一名杰丹长老 便要受些教训 朱朱想到 银子章当年 曾被林氏的人欺负 就一肚子火气 现在颜贫道君 这个老头又不依不饶 不禁怒道 他们害我的师兄 差点走火入魔 没了性命 又怎么说 严贫道君大怒 向着朱朱大喝 闭嘴 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地方 趴着一鹤之中 刻意针对朱朱释放威压 估计朱朱这样的凡人小丫头 当场就要蹊跷流血 身受重伤 他就是要当着顾碗道君的面 突然出手 杀鸡儆猴 顾碗道君发现不妥 想救也晚了 结果朱朱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能感觉到严贫道君的攻击 心中更是无名火起 小朱几乎是马上自银子张尖头 一跃而起 向着严贫道君的方向 呼地喷出一团紫红色的烈焰 严贫道君没想到 自己一击不成 对方竟然还有能力反攻 那烈焰来势凶猛 远超他的想象 他自视身份不肯退避 当即一咬牙 以本身法力抵挡 这就要命了 众人看得清清楚楚 那一团紫红色烈焰纸 略略停留片刻 便势如破竹 一举撕裂严贫道君身前 一道道以雄厚法力构筑的防御 转瞬就要冲到他面前 到了此刻 严贫道君想躲也躲不了 危急中不得不施展自己最拿手的救命绝招 针缘铠甲 以全身法力在体表 凝结成一副凝实如钢玉的乌黑护甲 小猪为吸收长生鲜火之前 就已经可以凭借续扬明火 活生生烧死两个原因去修饰 要当场灭了严贫道君也并不太难 不过 因子张帕特太过张扬身份外泄 最后一刻握了握他的手掌 猪猪改时让小猪收回火 严贫道君才逃过一劫 以他的修为如果四下躲闪 小猪多半奈何不得 偏偏他太过拖大 死要面子 导致自己差点当场玩完 旁人只见火光一闪而逝 也看见他亮出看家救命的真元铠甲 以为是他的铠甲挡住了小猪的火焰 只有他这个直面烈焰的人心里明白 如果不是小猪突然收火 他这身铠甲根本保不住自己性命 就在短短片刻 严贫道君在生死之间走了一轮 虽然面上还能保持镇定 但心底的惊慌骇拒 已经无限地接近临界点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目光 不去看小猪 再多看一眼 他怕他会奋不顾身 当众一跃而起 狂奔逃命 这究竟是哪里冒出的妖兽 简直就是魔鬼 难怪自己的子弟一照面就没了双腿 感情这小丫头当时已经手下留情 否则自己手下这五个结丹长老 只怕会一次死光 大厅上的气氛顿时陷入死寂 旁人虽然不知道严贫道君的心情感受 但是小猪一团烈焰就逼得一个堂堂圆英祖师 用上压箱底的手段自保 这是何等的出人意料 就是顾婉道君虽然一直在努力高估小猪的实力 这下子也被吓了一大跳 严贫道君毕竟经过无数风浪 很快便定下心神 冷酸酸的望向了顾婉道君 你果然有大将之风 看这几个别派的小辈在我派地盘上炫武扬威 竟然连屁都不放一个 这事如果让老祖宗知道了 我看你如何交代 顾婉道君也有些为难 他知道银子张其实是林氏的人 朱朱将来也是林氏的人 可现在他们跟林氏没什么关系 今日的事传出去大商招财宗的面子 严贫道君也学聪明了 圣旨派手上有那只猪形怪物 他不想招惹 就逼着顾婉道君给个交代好了 传到本皇这里又如何 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 大家都没看见有人出现 但这声音顾婉道君和颜贫道君都知道是什么人的 两人几乎不约而同站起身 垂头听讯 那苍老的声音话语激烈 但语气平淡 之前还指高气扬 蛮横的狠的颜贫道君 汗如雨下 只敢低头称事 不敢辩驳半句 他虽然也责怪了顾婉道君 不过语气 不过语气明显要比对颜贫道君的斥责轻得多 而且第二句便是替圣旨派的人说话 倾向已经明显至极 在场人人听得出来 颜贫道君 今日可算是颜面扫地 闷头闷脑向着南面拜了拜 带着自己手下四个 幸幸然离开 顾婉道君同样恭恭敬敬向南方行礼 不过他的心情就好多了 从老祖宗的态度 他知道自己压队宝了 扭过头来笑咪咪对猪猪道 小姑娘的灵手当真厉害 不过以后还是低调些好 他说话语气和善 纯粹是从长辈角度一片好心提醒 猪猪有些不好意思点头称事 刚才说话的是我宗大长老 林氏现任组长 也是五国现在的皇帝陛下 顾婉道君对猪猪的态度很满意 一路行来 他觉得猪猪就是个温和腼腆的小姑娘 没想到他不发火则已 发起火来这么可怕 不过能够控制这么厉害的灵兽 老祖宗估计也会高看他一眼 看他与银子张相处的模样 将来多数会结为道理 所以他也对他多了几分亲近之意 林氏将来的媳妇嘛 地缠上奇怪道 他老人家在这庄园里 大长老他在宠武城里呢 顾婉道君摇摇头 抱法虎等人听了暗暗一惊 宠武城离这里至少有近百里 这位大长老竟然能够对这边的动静 了如指掌 简直称得上神乎其神 大成其修士果然了不起 随便传音几句 就把两个元英道君 训得只有低头认怂的份 这是何等威风啊 有劳祖宗的话在 昭菜宗内绝对无人敢再暗算你们 不过 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一些 顾婉道君想了想 圣旨派几个人神情诡异地望向他 这话是什么意思 估计他们会找你们公开切磋 顾婉道君苦笑道 顾婉道君也是慢半拍才想到这一点 大长老那番话偏帮得太过明显 昭菜宗的人不敢对他不满 但对圣旨派这几个年轻人 肯定敌意更浓 而他话里 只是不满颜贫道君那一派的人 用阴险手段实施暗算 如果公开挑战 大长老估计是不会有任何意见 在昭菜宗乃至五国站稳脚跟 获得尊敬的唯一方法 就是依靠武力 大长老之前一出现 就彻底镇压五国一切乱象 只因他远高于其他人的巅峰实力 朱朱听了顾婉道君的话 忍不住郁闷 我们好像是来做客的 顾婉道君尴尬地摸摸胡子 安慰道 大长老的意思 出手最多的会是结单期休士 难得来五国一趟 乙武会友也是我五国的特色 几个人回到客院住处 底山上等半点不见担忧恼怒 反而未即将到来的挑战兴奋不已 老子同级无敌的称号那不是叫假的 他们肯送上门来挨打 真是善解人意呀 大言不惭不用问就是底山上 几个同门无语地望了他一眼 对他的自吹自擂甚是不屑 朱朱细声道 大师兄你们伤还没有好呢 底山上一听这个顿时垮下脸 小师妹你越来越不可爱了 有你这样泼师兄冷水的吗 这一点小伤最多几天就能好 说到这个他眼珠子一转 和长们不是说你想要什么灵药 他们都能尽量地找吗 老子受了这么重的伤 小师妹你可别客气 什么贵就要什么 反正他们钱多得很 和谐本来是想送疗伤丹药给他们的 不过想到朱朱的师傅是七品炼丹师 他自己也将于炼丹 便改为送灵药 石阳绿有些担忧地看着朱朱 小师妹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今天很大火呢 他一说其他同门 马上想到了朱朱今日不寻常的表现 平时他很少会这么爆脸 烧了那个暗算他们的 结单修士的腿就罢了 竟然还反应很快的差点当众 让一个原鹰道君下不了台 朱朱在众人探究的目光下忍不住就往银子张身后躲 吉尤谷笑道 小师妹不会是想替四师弟出气吧 众人听他一语道破都笑了起来 银子张心中又是温暖又是好笑 想起他几天前说的话 不由地抬手揉揉他的脑袋 这个傻猪 吉尤谷考虑到接下来可能有人会不断找上门 而他们六个人有三个都有伤在身 不如先到金生泉去养好伤再做打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算